山山台风向行进的速度这么慢 对日本来说带来的威胁 又是如何把时间交给宣童 好 谢谢加入山山台风 它在过去还没有进入到陆地的时候 其实已经为日本九州带来非常严重的风雨 像是在九州的宫崎 它的48小时累积雨量 其实已经突破了800毫米 到现在为止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 而现在来看到了 它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是在中心从路尔岛的西南部地区来做登陆 所以现在这里的风势和雨势是最强的 但是它的强度现在登陆之后是有所减弱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气象署的资料 现在的近中心风速是来到了每秒38公尺 还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 但是日本气象庭有不一样的看法 认为它现在的近中心风速 是来到了每秒30公尺 相当于台湾的轻度台风等级 甚至在明天中午之后 它的强度就会减弱为一个热带风暴 但是这一个山山台风 它一直带来的影响 最严重的都可能不是它的强度 而是它行走的路径 以及它走的真的很慢 我们来看到各个国家的气象单位 都还是认为它会由西往东 贯穿日本的几率是最高的 甚至走的速度很慢 所以九州一天 在关西可能要关东 可能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 因为这边的东西向 相对来的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在日本停留的时间 可能就会有四到五天之多 甚至在美国的部分模式 还认为它会在日本的九州 还有四国这边一直来打转 打转了之后 大概四五天到下周的时候 甚至会往南 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有观测到 在日本这个山山台风 在下礼拜二的时候 它的东南侧 会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 而这个热带系统 它有可能会变成台风 它的强度持续的增强 而且会往日本的方向来靠近 而这个山山台风 它的强度就会有所减弱 但是也会被它牵引 所以往南走 所以如果它往南 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它的强度已经减弱 可能不是一个台风 也可能不是一个热带低压 再者美国模式呢 过去的经验都认为 它的不稳定度仍然比较高 所以我们担心度 可能不需要特别的严重加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